好 中共强硬驱逐北京外地移工 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有外媒将中国的城乡结合部 与印度的贫民窟相比 并说 相对于中共限制人口自由轻移 印度不仅可以让穷员自由出入大都市 还可以登记成为审民 近来 中共强硬驱逐北京外地移工 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包括欧美以及中东地区的媒体都进行报导 不让住 英国BBC刊登文章 说中国的城乡结合部与贫民窟相似 但也指出差异 写道 相对于中国用户籍政策 限制人口自由迁移 印度宽松的城市管理政策 让贫穷者可以自由出入梦买这样的大都市 这一点让印度的政客们相当自豪 在他们看来 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 在国家法律和制度层面没有歧视穷人的做法 即便是赤贫人口 也可以自由挤身在大都市 靠劳动谋生 既不需要政府审批的户籍 也不需要赞助证 而且他们可以自由地养儿育女 除此之外 印度贫民窟的居民 还能成为具有投票权的选民 中国资深媒体人郭宇宽曾撰写文章 讲述自己拜访印度贫民窟的经历 写道 在这里我听到一个词让我诧异不已 这些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被称作贫民窟主 这个词简直充满了幽默感 我们是住在贫民窟里 但我们是业主 并写道 在中国贷款买大公寓的人被戏称为奴 而在孟买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被称作主 因为那是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的军队不能进的家园 即使简陋 也意味着他在孟买这个印度最富裕 最国际化的都市的某个 甚至黄金地段 有一块谁都拿不走的产业 新郎亚太电视张杰林综合报道 北京当局最近是以近视阶级清洗的手段 粗暴驱逐城市底层的庶民 甚至用低端人口这种歧视的字眼 来形容都会中的弱势族群 这凸显了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 我们现在就与法国为例 来看看文明国家是怎么对待弱势者 在法国每年到了十一月 搅不出房租的人 违章建筑的居民 或是游民收容中心的住民 其实都可以大大松一口气 因为从十一月到三月 根据法国政府的冬季禁区令 房东是不可以用欠租的理由赶走房客 也不能因为你有缴钱 就断电断瓦斯 东基金区令就是要保护弱势者 面受驱离和流落街头之苦 在这个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 资产阶级无论再怎么有理 也都得要给人留一条命过冬 每年一到十一月一号这一天 法国境内数千户拖欠房租 面临被房东驱赶民运的家庭 都可以大大的松一口气 因为东进禁区令 效期开始了 十一月一号到隔年三月三十一号 这段天寒地冻的季节 所有的房客都有国家法令的保护 房东不能以欠租为理由 将人赶出去 不仅如此 这五个月的时间内 就算电费瓦斯费欠缴 也不能断电断瓦斯 而一般情况是欠租两个月以上 房东就有权下族客令 法国这个独步全球保护 弱势族群的措施 发源自一生致力于慈善工作的 天主教神父阿贝皮耶 90年代开始推动立法 在1998年正式通过开始实施 而今年一月通过的公民平登法 又进一步的将违章建筑的居民 或是流浪和搜容中心的住民 也纳入冬季禁区令的适用范围 2013年禁区令到齐后 当局又宣布特延了15天 理由是气候极端恶劣 但有两个情况不是用驱离令 一是如果有合适的居住方案可供选择 另外是如果房屋被裁定是围楼 住户也必须搬离 禁区令期限一到 欠钱的房客就一定要搬出去 慈善团体估计近几年来 遭强迫驱离的人数急剧增加 2015年有一万四千四百起 社福的紧急通报专线 接获得房客纠纷投诉 2016年增加了7% 一半都来自大巴黎地区 n'a cessé d'augmenté depuis10岁 15000货护充 在2012年 在最终的满渠 在世界上 什么样的人都有 不会沿东地区林林 也成了投机人式的保护伞 害死房子还要缴贷款的房东 有些国家的网民 便在相关新闻下留言 表示如果在法国有房产 绝对不会对外出租太没保障了 但以自由平等 不爱为立国精神的法国 最像人道措施立足点就是 无论再怎么游离 也要给人留一条命 寒冬时节看着人流落街头 爱恶受冻 那不是人做的事 记者王惠文整理报道